对于中国女子体操来说,刚刚过去的2018年很可能是东京奥运周期的关键转折点,著名华裔教练乔良的回归为处在低谷的女子体操队注入了希望。 近日,在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2018乔星杯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,被誉为书写美国体操历史的华人教练,中国女子体操队主教练乔良获颁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荣誉。 现在一转眼,我已经快30年了在美国大厅,非常感谢咱们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,能够给我一个机会,给咱们中国女队从低谷中走出来, 希望在我们今年的一个赛季,就是世界紧标赛和东京奥运会上,给大家一个更满意的谈。 典礼后,乔良接受了中兴社专访,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旅居美国30多年,乔良的口音里依然带着抹不去的精味。 面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,乔良感慨万千。 我们那个导游,就是负责我们美国团队的一个美国女孩,就是金发女郎,讲了一口的地道的北京话。 他就说,瞧瞧,到这边,到这边了。 完了以后,我说,呦,你的中文怎么讲这么好? 我说,你是哪个人啊? 他说,我父母都是美国人,但是我是在北京生的,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。 所以这个当时我就觉得,哎呀,这个变化真是特别大了,成了一个国际的大都市嘛。 2018年6月28日,乔良正式接过聘输,成为中国体操女队主教练,回国执教一年多,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收获颇风。 押运会女子团体12满贯,体操世锦赛或东京奥运团体资格和平衡木金牌。 乔良将成果归功于教练团队和队员努力。 他坦言,虽进步不少,但队员的腿部力量、体能和心理素质仍需加强。 美国东迅之旅正是解决短板,备战奥运的关键时期。 在乔良看来,年轻时的运动员生涯造就了自己坚韧爱挑战的性格。 不论是当初赴一国打拼,还是在知天命之年放弃优越生活回到祖国,他选择的永远是更崎岖的道路。 2008年北京奥运,乔良的德艺弟子肖恩·约翰逊摘得一金三银。 这位旅美三十多年的华人教练得以再次进入大众事业。 当初带美国队回到中国比赛时的场景,乔良历历在目。 我一下飞机,整个的一些记者都把我围入了。 当初我那心情也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媒体,因为你终归带中了美国的世界冠军。 完了以后,当初又是美国队,跟中国队又是对手。 所以当初回到北京以后,大家都为我的成绩很骄傲。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,不管在哪做出成绩,都值得咱们中国人骄傲的事情,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事情。 正是这段传奇经历,让乔良得到了南板郎平的称号。 对他来说,这既是荣誉,更是压力和鞭策,让他更明确作为教练员的责任和使命。 中国女排跟郎平教练,他们是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,也是我们的模范。 当初我还当队员的时候,那时候看到郎平或者是李宁,那都是模范型的人物。 我非常高兴啊,非常荣幸能够对我有这么一个评价,这也算是一种压力吧。 我觉得作为一名教练来说,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面,把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尽心尽力地完成好。 展望新一年,乔良说,自己的小目标是把每一天的任务都圆满完成,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。 他说,很高兴看到中国队的积极努力,希望可以在东京奥运会上赛出一个满意的成绩。